111学年度国高中篮球联赛甲级资格赛 10日起到10月30号在花莲县立体育馆 还有花莲县立中正体育馆热力开赛 今年共有43支高中球队及34支国中球队齐聚花莲 现场学中卫特别到场为赛事开球 也期盼选手们展现平常所学夺得好成绩 11年国高中篮球联赛甲级资格赛 连续第二年在花莲小巨蛋中正体育馆同步开打 高国中男女组合计77队参赛含其张西面孔 现场学长为22日到场为赛事开球 也准备卖到了餐券给参赛球队 持盼选手展现所学夺得佳击 今天是台中立人和我们的花莲国公一起来较劲 我想在这里这是第二次第二度高中体育 将我们JHPL的全国奖级联赛 以防移居到花莲来比赛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也因此而学习到非常多的现场的规定 以及我们的设施设备的提升 所以今年继续希望明年继续 祝福我们参加的选手都能够发挥最好的场上的精神 以及我们互相的竞赛 今年共有43组高中球队及34组国中球队齐聚花莲 花莲有自强国中男女篮 国风国中男篮 玉里国中男篮 海星高中男女篮 及花莲体中男篮等7组球队参战 赛事即一起至10月30日 热爱篮球民众不要错过 记者长邦彦华林氏报导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